大家好,我是雷的美食 原来保存生姜这么简单 只需要这样的一个小技巧 生姜呢,保存一年 不干瘪,不腐烂 不生芽 生姜是我们厨房当中 必备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品 营养价值高 夏天呢,多吃生姜 能增加食欲 冬天多吃生姜 能驱寒,又能养胃 生姜呢,我们在烹饪中 也是需要用到生姜的 它呢,是我们烹饪美食 不可缺少的一种调味品 之一,如果没有生姜 咱们烹饪出来的 鱼啊,鸡啊,猪肉啊 牛肉啊,都会非常的腥 加上生姜呢,就能很好的 去除这些肉类的腥味 同时也能增香 但是呢,生姜我们很多人 买回家以后啊,都是把生姜 放在地上保存 过不了多久呢,咱们这个生姜呢 它就会干瘪,或者呢 就会生根发芽,或者腐烂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 保存生姜的好方法 方法超级的简单 一圈三连求关注 下面跟着视频 一起往下看一下吧 咱们呢,首先准备一个快递盒子 在快递盒子下面 我们给它铺上一层纸巾 把这层纸巾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全部铺满到快递盒子底部 铺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铺好以后呢,咱们取一袋 家里面都有的食盐 把食盐均匀地给它撒在我们的纸巾上面 撒均匀以后 把我们的生姜 给它放到食盐上面 因为咱们这个食盐呢 能去掉一个杀菌消毒 同时能去除蚊虫 而且呢,食盐呢 还能让这个生姜呢 表层非常的干燥 内部的水分不会流失 这样呢,我们在保存生姜的时候啊 有食盐在这个生姜 在我们的快递盒子中 它一年都不会干比 不会生羹,也不会发芽 然后呢,我们把快递盒子 给它盖起来 上面给它沾上胶带 包裹成这个样子以后 我们再取一个剪刀 用这剪刀呢 在快递盒子上面 给它扎一些洞 全部扎好 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生姜在快递盒子里面呢 起到一个通风的作用 这样呢,就不会在夏天呢 因为天气燃热 里面的生姜腐烂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快递盒子呢 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里面的生姜 保存一年 不干比 不腐烂 不长芽 好了 今天保存生姜的这个小技巧 就分享给大家了 方法超级的简单 也非常的实用 如果你喜欢这个方法呢 就收藏起来 说不定 哪一天你就用到了 在这里呢 大家用您发财销售 帮忙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方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